俄巴迪亚书,第一章,俄巴迪亚的异象,论以东,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,我们从耶和华那里听现风声,并有一时被刹往一郊之民去,说,你们起来,我们起来与以东争战,看啊,我使你以东在一郊民中位最小的,你被大大藐视,你这住在山学中,居所在高处的,你心的狂傲气哄了你。 他心里说,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?你虽如大英自高,在星宿之间搭窝,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盗贼若来到你那里,强盗若夜间而来,你和静被剪除,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?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,岂不剩下些葡萄呢? 以扫的物和镜被搜寻,他隐藏的物和镜被查出,与你结盟的都将你直送到交界,与你和好的迷惑你,且胜过你,与你一同吃你的饼的设下伤害陷害你,在他心里毫无聪明。 耶和华说,到那日,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,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。提曼啊,你的勇士必经黄,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捡出。 因你向兄弟亚各行强暴,羞愧必遮盖你,你也必永远断绝。 当外人掳去他的军兵,外帮人进入他的城门,为耶路撒冷治谦的日子,你竟站在一旁,向与他们同伙。 其实,你兄弟成了客旅的日子,那时你不当瞪眼看着,由大人被灭的日子,那时你不当因此欢乐。 他们遭难的日子,那时你不当说狂傲的话。 我民遭灾的日子,那时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。 他们遭灾的日子,那时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。 他们遭灾的日子,那时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,那时你不当站在岔路口, 剪除那些中间逃脱属他的,当遭难的日子,那时你不当将那些剩下属他的人交出。 耶和华的日子,临近一切异交的民,你怎样行,也必照样向你行, 你的报应必归你自己头上。 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, 一切异交之民也必照样常常地喝, 他们且喝且咽,就如同无有。 然而,西安山上必有拯救,那山也必成圣,雅各家必得他们的产业。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,约瑟家必为火焰,以扫家必如碎阶,火必在他们这起吞灭,以扫家必无余胜的。 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 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,平原的人必得非利士,也得以法联田地和撒玛利亚田地,便雅敏人必得激烈。 这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迦南人的地,直到撒勒法,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。 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,审判以扫山,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